据台湾媒体24号报道 英国独立乐团Viewer Beach在2015年组成 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让他们顺利俘获了不少歌迷的心 坚强的实力备受许多乐评看好 是演艺圈中人人生起的一颗新星 只不过他们竟然在瑞典参加人生首场海外表演时 竟然惊传重大车祸 导致4名成员加上经纪人全数罹难 事发当时他们乘坐保姆车经过临近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处运河 车子却在途中失控 以高达时速70公里的速度冲出桥边围栏 直接坠住25米下的河里 只见车体打捞上岸后 严重变形车身几乎全毁 可见冲撞力道之大 车祸的具体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由于该月团中年纪最小的团员也才19岁 在事业刚要起步时就传出罹难的噩耗 也令大批粉丝相当震惊 纷纷在脸书悲痛哀悼